大家好,我是钟永 现在主要从事MySocle的一个开发 管理以及培训的一些相关工作 这里面主要是给大家讲解一下 关于MySocle的一些进阶的一些课程 好,这是我们的第一讲 主要就是给大家讲解一下 关于MySocle的一个编码设定 MySocle的编码设定 在我们的一个MySocle的编程当中 实际上是大家会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先看这样的一个案例 这里面给大家准备了一个Socle文件 我们这个Socle文件里面就是创建一个 Company's这样的一个数据图表 那我们先进入到我们的一个MySocle的一个 DOS命令下面 先把我的MySocle给启用一下 那我这里面应该MySocle应该是启用了 MySocle先把它启用一下 好,启用之后 然后我们MySocle我们进来 好,这里面的话就是我们进入到我们的一个 MySocle的一个命令当中 好,因为是在我本机上 那么我这里面就直接是127.0.0.1 好,然后输入我的密码 好,这里面我们首先看一下我们的一个数据库 到底有哪些数据库 好,这里面的话 我们是没有这个Company's这个数据库的 那我们先把我们的数据库给导入进来 导入的话,我们这里面是通过我们的脚本硕士 我们这里面是通过我们这个脚本给它导入进来 把这个数据库 好,这里面大家可以打开看一下 这里面就是一个创建数据库表的一些相关的一些Socle操作 Socle语句 在我们的操作系统下面 那么这里面的话 这一个斜杠的话 最好给它改一下 要不改的话 有可能会出一些问题 改成反斜杠 然后这里面我们同样的去给它改一下 好,我们把这一个Socle文件给它导入进来 好,导入进来之后 我们去看一下我们的现在这个数据库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表 看我们数据库相关的一些表的话 我们首先用一下 Use 我们Company 好,然后我们去销 Tables 好,这里面就有几张表 我们重点是操作这一张吧 Amplish这张表 那么我们先要看一下 我们关于这张表它的一个创建的一些语法 创建这个表的一些语法 Create Type Type Yes 好,我们看一下我们这张表 那么在这张表创建的时候 我们注意一下 这里面它的一个编码是chasset等于91 91 91 它是 iso8859-1的一个 字符集 这里面就是一个 字符集 是 iso8859-1 那我们在这里面就需要 像里面插这条数据 因为我们像里面插这条数据 因为我们像里面插这条数据 insert into 然后我们直接插这条数据 好,这里面这个数据 我们可以照着我们上面的去敲一下 好,然后这里面的话就是 好,这个ginder还有我们的这个hard data 好,这里面就是我们这里面有一个first和last name 这里面我们现在为了测试的话 我们就输入一些中文的字符 输入一些中文的字符 它的生日我们就随便输入一个 好,这里面我们就输入一个中文的 这里面有个ginder ginder它是一个美举类型 所以说我们这里面美举类型的话就是直接输入一个m 然后还有一个拼用日清 201411月1日 我们写完这条数据一期之后 我们给它另行一下 好,然后再查询一下 查询一下 这里面我们看到的现在是中文 那如果我们现在用客户端的一个链接工具去查看一下它 我们现在用客户端的链接工具打开它 这里面我们是livegit的一个链接工具 这个链接工具它实际上就相当于是我们现在用了一个客户端 比如说可能有的人是访问你的数据库 访问你的数据库的话 那有可能这个就相当于是一个客户端的一个操作 这张表,我们看一下这张表 我们打开快速打开这张表 这里面就会出现一个乱码 这里面我们刚才我们在这里面插着的时候是一个中文 甚至我们在我们的一个客户端 在我们的一个DOS环境下它也是中文 但是我们用客户的链接工具去查看它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它就会出现乱码 那这个乱码是由于什么原因呢 好,这里面的话它的几个原因我们来分析一下 当我们出现乱码的时候的话 那这个时候我们首先考虑的就是我们去看我们的一个服务器 看我们这个服务器它的一个编码格式 怎么去看服务器这个编码格式 看服务器这个编码格式 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去查看一下 在这里面我们重新开一个客户端连接工具 重新在这里面我们直接输入一个客户端连接工具 好,我们直接这里面啊 我们直接这里面啊 小vary 或是 like like chart 百方号 看这个操作啊 看我们的一个 chart set set server 是901 这个901呢 它是一些CO的一些制服机 那么CO的一些制服机 那有可能我们用中文的时候呢 那有可能会显示有些问题啊 这里面我们就先看到啊 这里面有一个chart set server 这样的一个 服务器的一个编码设定 它是 这一个是901 然后还有一个呢 会影响到我们客户端连接的时候呢 还有一个是chart set client 这一个呢 它也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客户端的一些显示 那我们首先 从我们那个服务器 我们先把服务器的一个编码设定给它改一下 先把服务器的编码设定给改一下 当然改服务器的编码设定 有几种方式 最直接的方式 我们可以先去 我们的一个 mysocle的一个 安装目录下面 好这里面这个mysocle是5.5的 然后去找这个 有个my.unide的这样的一个配置文件 我们找这样的一个配置文件之后 我们就会发现 这里面有一个chart right set server 它是一个901的这样的一个编码格式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改一下 改一下utf8 这里面注意一下啊 我们全部给它改成一个utf8 utf8的话 它是广泛的支持我们中国的一个编码的utf8 好 改了之后 我们需要重启我们的一个火器 我们需要重启把我们的火器给启动一下 好 这里面先把火器给它停掉 停掉之后 我们再给它起一下 这里面启动之后的话 我们再去看一下 我们再去看一下我们的刚才的一个命令 它这个服务器的一个编码设定 好 这里面还有一个chart rate 这里面还需要再改 刚才没有改过来 这里面我们再去需要改一下 改成utf8 把它的一个编码全部给它改成 改成一个utf8 全部给它改成一个utf8 把这个defaultchart rate set 改之后 我们再把这个服务器重启一下 好 启动之后我们在这里面再去直行下这命令 再去直行下这命令 大家现在就看到这里面这个chart rate set server 现在已经给它改成一个utf8了 这里面就是我们需要 做一个修改 就是需要把这一个地方 把defaultchart rate set 也就是说我们找到这一个 我们的一个配置文件 我们找到这个配置文件 修改之后 然后 好这里面修改之后呢 但是我们现在再去查看一下 刷新 我们再看 在这里面我们去打开表 快速 打开表之后 它还是乱码 甚至我们在这里面我们插入的时候 我们插入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随便插入 在这里面我们插入 这是一个扣端 我们就直接图形化这个操作 插入 我们这边随便插入一个数据 我们插入一个中文的 这里面我们再给插入一个 随便选择一个日清 好我们再提交一下 归策一下 这里面它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错误 它就会告诉你在这一个地方 first name当中 你插入的还是一个中文 这里面这个客户端连接工具 它还是有问题 还是有问题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要考虑到 我们现在的setClient setConnection 和我们的一个database 这里面这个database已经改过了 它是一个utiful 8的一个格式 但是它的一个客户端连接 还有一个客户端工具 还有一个 我们charide setResult 这些呢全是蓝银1的这样的格式 所以我们往往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操作 setLames utf8 我们进行这个命令之后 我们再来看我们刚才的这个 现在是不是全部都给它已经修改过了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setLames utf8 这样的一个命令 那么它可以将我们的一个客户端 然后一个连接 以及我们的一个结构输出 全部给它改成一个utf8 所以你有可能在用其他语言编程的时候 那么你在连接这个数据put的时候呢 可能第一句话写的就是这个setLames utf8 这样的做的一个目的就是去修改你的一个 setClient和setClixing 以及我们的一个setWithUs 这几个操作 刚才我们看到我们这里面 但是我们这个操作 它还是影响不了我这个 就说这里面这个客户的连接工具啊 它还是会出现是一个中文的一个乱码 还是会出现一个图乱码 我们可以在这里面这个表当中去看一下 它还是会出现一个图乱码 这里面这个数据你 你没办法提交的 没办法提交 没办法提交的话 这里面我们可以这样去操作它 我们在这里面去看一下这个表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表 销 推的 开拨 我们看一下我们刚才创建这张表的时候 它的一个编码格式 这里面这个编码格式 就这一块 它有一个编码格式 它是一个chasset.191的一个编码格式 那如果我们现在想让它 改变成能够支持中文的 我们最好就把这个就是创建这张表的一个字符集的编码给它修改了 下节当中会给大家讲如何去修改我们的一个就是客户端链接的时候 我们为了让这个客户端链接工具能够显示中文 我们需要去修改表的一个编码结构 那这是我们下讲的内容 然后我们再讲给大家总结一下 我们再讲的内容 我们再讲的内容主要就是讲解了关于我们的一个服务器 它这个编码设定的一些查看 这个查看的一个命令 这个查看这个命令的话 是通过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命令 我们去查看我们的一个服务器编码 那我们是shall variables like 查和百分号 这一个关于我们的一个变量 那我们会在后面进一个讲解 那先用这句话 先用这句话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可以去看一下我们刚才的这个服务器编码的一个设定 另外的一个就是 我们通过我们setLamesUTF8 我们去改的是我们的一个客户端链接 以及客户端 然后它的一个输出结构 它的一个编码格式 最后一个来就是我们修改的是 我们的一个my.ni的一个配置文件 修改这个配置文件的话 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 去修改我们的一个 charter, greater, setSaver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服务器 当中的一个编码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编码 这就是我们这一讲的主要内容 好